四大洲滑冰锦标赛双人花式项目 来自中国的韩聪汉隋文靖 在这首俄罗斯民族舞曲中 大胆演出平常练习时成功率偏低的沙霍夫三周半 在场曲夺下了137.14分的高分 再加上短曲75.26分的精彩表现 以总分212.40分 夺冠毫无悬念 这是我们这赛季滑得最好的一套两套节目 觉得把自己的所有的水平全部发挥在这个赛场上 然后也对观众们是一个很好的回报 说有多满意就有多满意 两人在2012年就曾在这项赛事夺冠 但隋文靖2013年因为脚踝润带受伤缺赛 专心养伤后付出 两年后再带金牌 为今年刚好打下了开门红 韩聪汉隋文靖表示 前一次的夺冠经验确实让自己更有信心 是 我觉得上一次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每次机缘对我们来说都非常宝贵 因为毕竟我们是年轻运动员 然后在这一次吧 也是我们换了教练 然后特别细心的指导我们 韩聪汉隋文靖被誉为旁钦和铜剑之后 中国双人花式滑冰的新生代接班人 今年换了教练 在滑行一致性上多有提升 再加上这一次是旁钦和铜剑最后一次冬奥 因此多多少少嗅到了世代交替的味道 我觉得我们说是接班的话可能说不上 我们只是努力去做就好了 我们俩目标很明确 其实现在对于每一天的训练都是积攒自己对于比赛当中的经验 强调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韩聪汉隋文靖虽然索气冬奥并未参赛 但两个人已经把目标 着眼在两个月后的滑冰市井赛 目标夺下前三名 我来提议新闻林贝蔡前景采访报导